咱们把家里剩下的这馒头直接切丁 把这个虾须和虾爪咱们把它剪掉 将虾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关节处 把这虾头和虾身分开 将虾尾去皮开背 做成虾扇状 虾肉清洗干净 在里边加上盐和姜汁腌制入味 腌制好的虾 咱们下一步是拍粉拖蛋 蘸馒头丁 烹入料酒 加清水 调入白糖 米醋 转小火烧至出锅 挑去葱姜 大火将汁收浓 油温生至四成热 下入虾排 关火起锅装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